9月2日,原本一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职工卢力江紧张筹备婚礼的日子 还有24天,他与未婚妻的婚礼就要举行了 但一则通知将这一进程打破 我们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把婚礼定在了今年9月26号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医务人员,工作比较繁忙 所以我们就是决定在9月份的时候吧 两个人一起申请工修腾出一些时间来 把婚纱灶、婚信公司还有酒店这些东西落实下来 9月2号的时候接到通知说当日要前往香港开展资源工作 我在电话里头跟我的慰问妻说 我今天就要去香港开展资源工作了 可能我们的婚礼将会延期 跟她说完的时候,她沉默了很久 可能沉默有两三分钟吧 未婚妻沉默的两三分钟里,卢丽江从紧张到愧疚 9月26日是卢丽江的生日 很早之前,她便与未婚妻约定好 要在这特别的日子里兑现对她的承诺 漫长的沉默后,同为医护人员的未婚妻开了口 然后她就对我说 你和我的约定可以延期 但是你和国家的约定 和香港人民的约定不能延期 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要全力以赴去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你要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 正是有了她对我的这种支持 才让我更有决心,有信心去完成这次任务 来自广西北海市人民医院检验科的职员薛达斌 与未婚妻已于今年5月份领证 和卢丽江一样,也因远港而推迟了婚礼 我们的婚礼的话,到现在的话 基本都是每一个细节都确定下来了 就等国庆那一天举行婚礼了 今天这些都准备好 就是像酒店啊,主持人啊 还有婚车啊,还有一些化妆师啊 这些都是联系好,准备好 但薛达斌没有犹豫 未婚妻和父母的支持是她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未婚妻在2月份 就国内爆发疫情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我妻子呢 就踊跃地参加这个抗议 然后我也是受她影响,应该是这样说 然后她也很支持我来香港参加这个核酸检测 然后我就打电话跟家人商量 然后家人说,就是国家的事就是我们家的事 我们婚礼可以改期,但是我们的抗议是不能延期的 在他们这方面的话,我就非常感动 如今14天过去,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也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踏上归程 对于此行,卢力将称意义重大 薛达斌则感叹,刷新了对香港同胞的认识 一开始的话,我对香港的了解都是从网上 或者是亲朋好友口中传述 然后还是有点陌生感的 但是经过来香港那十来天 我就感觉香港市民跟内地同胞 都是有很深厚的友谊 有很深厚的感情 就像兄弟姐妹一样,非常亲切,非常热情 我心里面也非常感动 刷新了我对香港市民的认识 圆柱之行结束后,婚礼筹备也再次提上任程 薛达斌希望能将这一段历程加入婚礼中成为特别的缓解 卢立江则想第一时间给未婚妻补上一个大大的拥抱 等任务结束之后呢,回去第一时间 我一定要给我慰问期一个大大的拥抱 非常感谢她对我工作上的一个支持和理解 然后就是我们在一起办一场热热闹闹难忘的婚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